大家好 这次我们要打这个上位的任务了 今天要上位开始开荒 上位开始的话就是这个难度差距一下子会提升很多 但是呢也算是有一点循序渐进 刚开始可能会很多人不适应 因为一下子伤害就变得好高 这里要从这个大一种荒地这里开始 我们装营地 装营地出发 他说是可能会遇到这个毒妖鸟 遇到了毒妖鸟 这个毒妖鸟原本是出现在这个叫什么 古代树森林才会有的 但是他出现了在大一种荒地 说原本他不可能会出现在那 就是他们这个狩猎 应该说是驱逐这个熔山龙 引导到海里面的这个作战呢 好像是导致这里发生了什么异变 要调查一下 本来以为那里是这个已经已经那个什么了 已经是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但是还是没有查明古龙这个签席的这个真相 为什么要往这牵 调查森林那边他已经暗示了这个 我们要找的这个毒妖鸟在森林那边 涂鸟这里开始也会有什么其他受人族的痕迹是吧 现在先不找我们先那个什么先把这个任务做 反正还是在这个探索模式嘛 即使狩猎完成了也不用急着离开 毒性粘液 毒羊鸟的痕迹 好 难道有剧情演出 没有给我们指引往哪走 毒妖鸟还需要剧情演出吗 不需要吧 神秘的死火龙痕迹 但是跟一般的死火龙痕迹不一样 对了 我现在装备换了一件 换了一件残爪龙的手具 所以现在是二级的 有狗二鸟弱雷 哎呀 几号 这一招 这一招不放吧 他已经快死了吗 没有 跟曲能断尾巴 别的地方我们不刺 我们就刺尾巴 被旁边的齐面卒 释放那个什么给打 放那个马币什么 复免复免小刀给他打睡着了 好 断了 要断个腿吧 吓他 睡着了又睡着了 睡着了不过吧 正好他也冰死了 独妖鸟的这个狩猎就算完成了 然后这里前面我们说这里有这个 当地又有兽人族啊 他现在是在作战状态下 所以不让那个什么 现在矿也不一样了 也要踩一踩 上位矿好像会不一样 灰龙石会变得多 接下来一段时间就会比较麻烦 就是都是这种 要我们调查这个 叫什么 这个异样的磁火龙 这里的怪现在都是上位的了 找这个涂鸦 这是当地兽人族 他还也会有任务 其实当地兽人族很好找的 就是我们解锁过的这个营地 北东营地 然后从这边出去 爬这个树藤上去 然后从这边钻过去 就射了 那这边会有任务 他让我们找到另外的这个 三个这个兽人族 要找到他们 帮着找到他们 然后这三个其实在地图上的位 在地图上就可以找到他们的位置 我们顺便就把这个肉做吧 还会解锁猫的装备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兽人族 的这个 就是荒地兽人族 就是他 这个单个的这种 我们一个一个来 我们先来找这个 有的时候他还会逃跑 会逃跑的话 这个就要需要用隐形衣装 不过有的需要 有的不需要 其实有的时候你跑慢点就可以 第一个是在之前 那个第一次来到大一种荒地 他们不是推个车吗 那个研究员他们推的车 你瞧个路线 从这边上去 等会就能看到 在那 偷偷的进村 枪都不要 抓到了 硬皮果实 我没挖一个 到上位以后 硬皮果实 什么之类的 这些特殊的这个 叫什么 这个应该叫什么 精算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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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就开始 这个会有一个更高级的 大号的内容 给他精算点数更多 然后我们要 对我们刚刚说 这里还有一个对吧 我们这里 这个就抓到了 还剩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的话 他要这个 从就从这里 然后从那个水池穿过去 这边 从这个水塘穿过去 这边路会快一点 然后这里的土砂龙 突然变强了 然后这里的这个荒地的 这个守护族 这个无从应对 然后就被打散了 所以我们要去帮他们 就在这边 就那个 最后一个要 就要穿上隐形衣装 因为他特别容易逃跑 来回跑 所以我们要穿上隐形衣装 免得他要逃跑掉 诶 钻哪去 看到你的小屁眼了 然后我们对自己的 就是他这个 这个人 这个人 就是他们要去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也是 还可以 就像这个人 这人 这人 这个人 这人 这个人 我 这人 这个人 这个人 而且呢它会解锁当地的这个对当地这个小型怪物的这个驯化能力 那个叫嗯 你轻轻轻过来吧 要看一看 在 principalmente Valorco 出门大陡 出门 保留選手 就算被重新了 再加上 有些信息 遇到 那些警察 看不到 正在惨事 有其他人 反映的 多多 是 一旦 有些人 也有差 一旦 在谷 因為 但是,我相信其他人都要注意 在此,我看了清智雅的神尊群 但是我看了,你也要看得到 我看了一件事,你看到 我看了一件事,又是一件事 我剛才看到了一件事,在座大尼津館 我看了一件事,有趣的故事 我看了一件事,但是我看了一件事 我看了一件事,根本不代表 我看了一件事,很大 我看了一件事,你會跟他 我看了一件事,但我看了一件事 我认为这些奇弹的猛者, 我认为这些奇弹的存在 我认为这些奇弹的奇弹的奇弹 那你怎么办? 好 我们要去做这个奇弹的奇弹 我们要做的事是二个 一是 各地的奇弹 一是 奇弹的猛者 一是 奇弹的奇弹 对我们对这个奇弹的奇弹 那你猛者是四周 我认为这些奇弹的奇弹 我认为这些奇弹 因为我们有差任的奇弹 我们要破的奇弹 而且这个任务解锁了六星尚位的这个难度 也是解锁了很多的这个任务 我们先是上去 把这个感叹号都 把汉的那个 能接的这个任务先解锁 交货古老化石这个好办 四个 然后这个呢 凶恶龙的麻痹啊 这个也有 然后是这个工坊 工坊也有任务 轻型装备 狩猎泥鱼龙 上位的泥鱼龙 送一颗攻击猪 这是这个游戏中唯一的一个攻击猪 根本没有什么 再没有什么别的攻击猪了 接下来看这些装备都开始有上位了 不过都是合废材料 而且是上面带有凹槽可以镶嵌珠子了 这个就很不一样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定制一些防群 然后看啊 武器应该也是 应该也有很多可以强化的 龙骨弓开始有这种等级了 这些都可以打一打 风飘龙 这都解锁了 一下解锁了更高等级的这些装备 哇好多 我们先去看看这个自由任务里面还有什么 可以打的 狩猎毒妖鸟 这我们刚不是打过了吗 这是古代树森林 又要再打一遍毒妖鸟吗 好吧 反正他是要那个什么 要要要那个 让你找那个啥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另外一边就是 研究基地可能也会有任务 研究基地这里可能也会有任务 抹油 抹油痕迹 主人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打一种荒地和他们的感情变好了 然后还有可以做更多的事 好吧我们先去接这个任务 先把这个毒妖鸟打吧 就等于是这次等于是打两个毒妖鸟吧 上位毒妖鸟 会有什么不同 主要伤害那些的会变得更麻烦一些 进去再吃猫饭吧 这里暂时应该也没有办法吃猫饭 最好能在上位任务当中摸一些这个调查的痕迹 然后可以出调查任务去做 也会好很多 总之这一次可能也就只能打个毒妖鸟了 如果有别的就顺便也给他打 但是得要看武器的属性 总之就是这种情况下 就应该什么痕迹都摸一摸 这就是上位任务就会这样 有的时候会意外的把你偷放到其他奇怪的地方去 但是你依然可以继续 这个是以前的怪物猎人的传统 上位任务会 但是以前的时候没有传送 这一代的话 这个空头有时候 空头到一些比较麻烦的地方 你还好能传送走 道具不用调整 就这些就可以了 是个猫饭吧 应该从这边 毒妖鸟子很 在那边 哦还有蛮恶龙 把他们的痕迹都收集全 然后给他们都收拾 你就跟着这 先跟着这个蛮恶龙走 别理我 你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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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我 你爱干嘛干嘛 别理我 哎呀 说了别理我 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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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蛮恶龙不带脚步的吗 没有足迹 啊总算有个蛮恶龙 蛮恶龙的上位 在喝水 啊 观察一下生态 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等会儿可以把这个蛮恶龙打 啊 这还有个熊火龙 先打哪个呢 我们先去把那个熊火龙打了吧 因为这个熊火龙飞的比较快 他经常会乱入其他的这个战斗 龙虎龙我们也二级了 所以应该可以 熊火龙的痕迹我们先去找一找 本来是打一个独妖鸟 但是难得上位的话 有这些其他怪我们就顺便都给他打 又偷我东西 啊现在到上位任务了 这个道具补给箱 就跟原先的情况会不太一样 到时候我们道具栏得要重新调整一下 这里应该会有一些熊火龙的这个鳞片呀 什么的 一摸就可以找到 啊熊火龙我们杀的不多 所以他没有记录下太多他的痕迹 可能得要多采集一点 嗯 又有 四花龙的痕迹 四花龙的痕迹 哇这么多 这是熊火龙吗 熊火龙的够了 熊火龙现在是要去回草去 诶 诶 诶 你 这下面呢 来了 开打吧 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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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喔 哇塞 有點拉遠 別別別別別別別 啊 上來 哎呦 你看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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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臥 他停下来 没停下来 他去哪了 去下层 嗯 这个地方还不好下去 从这个位置不好下去 蛮恶龙的老巢 一把弓弓面墙打热飞龙石骂鸟 不是 中文字幕——YK 呱呱 shut up 他把他打在背後就罵你 來騎下 你真是修网吧 你真是修网吧 修网修网修网 修网修网 修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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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哎哪没破 全破了 翅膀腿全破了 现在是上位了 开始慢慢应该是有红玉龙玉这些东西了 有调查报告好 先去抓了去 他肯定会往上面飞 这个完了给打蛮恶龙了 换成一个水属性的那把弓 这个 蛮恶龙在下面 冲一下陷阱 这怎么还要再往下啊 还要再往下应该是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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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枪应该不是一个作战区域 还是要瞒了龙的牙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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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